-欸! 股市的炒店投資不斷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Coco 今天是禮拜四 在節目現場,邀請到的是 陳維泰老師 老師好 Hi Coco好,大家好 老師您今天來呢 我又要來唱一首歌了 哇是什麼歌好期待喔 來囉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聚龍聚龍的插兩眼 永永遠遠的插兩眼 好棒喔 插亮也非常的棒 老師今天呢 就幫我們插亮 原來我們是同一個年代的人啊 哎呀 龍的傳人 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那老師今天盤面上呢 有一個族群默默的探出來了 就像我們剛剛一開頭唱的這個 龍的傳人一樣 為什麼會提到呢 就是這個散裝龍 感覺有點抬頭的意味了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對於散裝龍最主要的指數就是BDI了 對 我們在講說 如果說看貨櫃船 就是要看這個上海集裝箱的指數 對不對 那如果說是要看這個散裝航運 就是要看波羅的海指數 以簡稱叫做BDI指數 好 那最近我們看到BDI指數 從原本 一路往下走低的一個情況之下 看到在最近這兩三天 它出現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翻揚動作 而且這個翻揚就像剛剛這個Coco所說的 又像龍抬頭的感覺 龍抬頭了 而且這個指數的一個反彈 甚至一口氣反彈突破20日均線 而且似乎要直接去挑戰60日均線的一個位置 所以其實BDI指數這邊出現低檔的翻揚 就代表說現階段 這個是波羅的海指數所代表的 這個所謂散裝航運的一個景氣 已經開始鼓底翻揚了 鼓底翻揚了 因為記得這個好像也是 即將要是它的這個傳統旺季也要到來了 是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波羅的海BDI指數 是由四個部分組成的唷 對 波羅的海指數呢 它其實是由四個部分組成 那這哪四個部分呢 分別依據這個船的一個大小 它分成海峽型 巴拿馬型 然後呢 超輕便極限型 還有輕便型 OK 那我們看到在海峽型的一個部分呢 它的船隻是八萬噸以上 是非常非常大 最大的 它主要是運送什麼 焦煤 燃煤 鐵礦石 靈礦石跟鋁帆土 就是一些比較重的 一些大型的這個原物料 那如果說巴拿馬的一個這個 就是船型的話 大概是五到八萬噸的一個 就是這個size 它主要運送一些民生物資 包括像是黃豆 玉米 小麥 這種大宗物資等等的 那麼在超輕便極限型的 跟這個所謂輕便型 基本上都是運一些 就是比較屬於輕的 體積沒這麼大的 例如說肥料 鋁肥 碳酸甲 或者是木屑 還有像水泥等等 OK 所以其實BDI的指數 是由這四個指數呢 把它相加起來 除以4之後 乘以0.11 所得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發現到 BDI指數的一個上漲 其實主要是由BCI的指數 也就是海峽型指數所帶動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說基礎建設 需要這個鐵礦砂 要 然後呢 現在大家已經開始要準備 過冬季用的一個煤炭了 對 因為看起來呢 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 這一個戰爭 還是持續的打下去 而且據說要結束的時間 還很遠 所以現在呢 很多的歐洲國家開始去 開始去採購這個煤炭 因為天然氣的價格很貴 OK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呢 海加型的一個 這個船的一個日租金 持續往上做這個走高 然後再來呢 巴拿馬指數的部分 巴拿馬型的部分呢 其實因為 現在進入到第四季的傳統旺季 那這時候呢 其實我們北半球是進入到冬天 對 南半球開始進入到 就是所謂的一個夏季 所以呢 會有這種所謂的一個 大宗物資要去就是 北宋的一個 一個情況 一個需求 所以通常第四季呢 都是屬於就是這個 巴拿馬型的一個船隻 他們這個需求的一個旺季 好 那主要重點呢 就是在海加型的這個指數的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老師為什麼看好這個 散裝航運的三個理由 對 剛剛我已經講了前面兩個 就是進入到第四季的傳統旺季 沒錯 還有像基礎建設的需求 有 還有像是季節性的 包括像是大家 要拿這個煤炭 可能會重新取代天然氣的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第三個就是股價淨值比偏低 大部分的散裝航運 它的股價都低於淨值 或者是在淨值附近而已 那你會發現到像這種 股價低於淨值的一個公司 然後呢 EPS可能這個5塊6塊 本一比現在還不到10倍 那麼像這樣的情況之下 第一個 它可以當作所謂的資金的避風港 第二個 如果BDI指數再往上漲的話 對 那價格還會往上漲 會啊 就等於是有一點點 進可攻退可守的一個策略 哦 那它守在哪裡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第一檔是域名 好 而2606域名呢 它是散裝航運裡面 算是龍頭的股票 嗯 因為它的這個船隊啊 非常非常的龐大 它除了有這海峽型的船隻之外 還有所謂的巴拿馬型的船隻 甚至它輕便型的船隻也有 它還有郵輪 郵輪也有啊 對 甚至呢 它在最近這幾年 它還買了兩艘 就是專門去運送 就是這個人員 去那種所謂的近海 離岸風場 要去做維修的那種所謂 經得起這隻海浪波動的那個運輸船 嗯 所以它其實 從原本的這種所謂的一個 散裝航運的一個這個 這個船隻 一直進步到什麼 欸 有跟綠能相關的一個船隻 所以它算是一個 非常非常全面性的一個 就是散裝航運的一個公司 嗯 那麼這幾天看到它的股價 就是開始緩步港上做墊高 嗯 然後呢外資呢 也開始出現回頭去做買超的一個動作 嗯 重點是說 它今天雖然說是開高走低 對 可是今天整場 它都沒有跌破平盤喔 嗯 代表今天其實是一個短線上面的洗盤 機率很大 嗯 所以如果說明天 禮拜五 它是收個小紅K 或是沒有再做止跌 哇那我相信 它接下來很可能 這個月線啊 就會開始往上翻揚 你剛剛說的龍抬頭 龍抬頭了 然後呢 會突破這個月季線 就是黃金交叉 沒錯 好那所以老師 我們玉米是要等到它黃金交叉呢 還是NOW就可以了 我覺得像這種 跟著原物料報價走的一個公司啊 對 它的股價基本上跟原物料報價 息息相關 有欸 所以如果接下來 我們看到BDI的指數 持續的往上做走高 好 我並不會預期它會有大幅度拉回的機會 嗯 所以我可能在盤中 有小幅度拉回的時候 就可以去做低接跟佈局了 好來看一下下一個是星星 好 星星航運也是 跟玉米都是屬於國內 算是比較大型的一個航商 OK 那麼近期的股價也在低檔 反覆的一個主體 那現階段呢 它的一個股價也來到 月線跟季線的位置 那麼它的一個股價 它這邊來講是有點就是 融資退場 然後股價進行量縮打底的一個情況 那跟剛剛的玉米有很相近的地方是 如果股價再往上漲 嗯 它的月線 也會黃金交叉季線喔 嗯 這都是一個中期大底的一個特徵 大家可以特別做留意 好來看一下中航 好 中航呢 它一樣是屬於就是散裝航運的一個個股 不過如果講到BCI 就是海峽型的一個運價指數部分 我個人認為受惠最大應該是中航 因為中航它的船基本上 全部都是屬於海峽型的船隻 就是運那些海礦沙的 對它是比較屬於大型的船隻 雖然可能就是10艘12艘 可是它是屬於最純的海峽型的一個航商 嗯 OK所以我覺得如果這一波 就是說接下來是BCI領頭 往上去做一個走高 帶動BDI的話 我個人認為中航它最有理由 也最有機會漲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它大戶的持股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 1000張的大戶持股比例 現在是高達66% 而且只有6個人持有 天啊 一個人就持有11% 換句話說可能像 我們約出去吃個飯 一桌就超過6個人 對 他們6個人說明天要不要漲 好給它漲 就漲了 這麼厲害啊 我只是打個比方 就是說它的籌碼集中度是很高的 而且最近看到 股價在往下跌的時候 這千張大戶的持股比例 竟然是逆勢往上做增加 你不覺得 勢有蹊蹺 對 有貓膩 現在年輕人都講有貓膩 我們老一輩就講勢有蹊蹺 OK 像這種股票我都覺得 可以特別去做個留意 好那這是中行 來看一下四維行 好 四維行呢 它就是比較屬於這種 所謂的一個小船的 小船 輕便型的 那它就是會搭到 就是第四季的 這種運送大眾物資的一個商機 對 OK 那比較有趣的是說 之前外資呢 一直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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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到昨天開始出現 有賣轉買的情況 那股價現在也不過就是25塊 30塊錢不到 那它的一個 非常接近它的一個禁止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種股價 我都覺得股價第一個 相對偏低 有點委屈 然後呢如果說接下來 法輪回頭去做買超的話 它的股價應該都還有 往上表現的機會 好那來看一下 惠陽KY 好 惠陽KY 它也是屬於小船的 但是它小船非常多 有多少 你知道嗎 多少 141艘 天啊這個是國內最大的一個就是 小船的這種所謂的一個 散裝環運的航商 是 那它今年前三季 前兩季的EPS 就有幾乎是要超越去年全年了 OK 那在這種所謂EPS 基本上會賺超過 可能一個股本的一個情況之下 一個個股的股價 竟然只有六十幾塊 我覺得有一點點太委屈 太委屈了 有點太委屈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些個股 都是在屬於低檔 要去進行第一波的一個上漲 那如果說拉回壓回 不要再破前波低點 那大概就是正式的進行一個落底 大家可以特別做留意 好老師那為什麼這一檔 也是要關注在外資的部分 對 我這樣講好了 基本上呢 這種KY的一個公司 它很多的一個所謂的一個買賣潮 都是屬於外資在進進出出 所以我覺得外資的一個就是進出 對股價的一個影響性會比較大 所以可以發現到這家公司很有趣 它在7月跟8月份的時候 外資開始有小幅度的買超的時候 股價就走平 甚至有往不往上做墊高 可是在8月中之後 看到外資一波的賣它 有 它的股價就往下掉 對 那現在呢我們看到它的股價是 有買有賣 那代表它在這邊準備要去進行這個落底了 如果接下來再看到外資 出現連續性的買超的話 那我相信其實它的一個股價 就有機會往上去進行走高 是的 好老師今天幫大家呢 整理這些散裝行運 那如果是對於散裝行運有興趣的話 不妨呢可以關注一下外資啊 大戶啊 他們的籌碼集中度到底是在哪邊 提醒大家囉 那也要記得每週一到週五的晚上 六點半準時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歡迎大家一起來收看 也要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老師 謝謝可可 掰掰 掰掰 聚龍聚龍已擦兩眼 掰掰